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恩您收藏今天的大愛人物质 我是阿民 近诗语不断的提醒我们 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到 没有人知道 把握当下最重要 这些话对于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说 感受非常的深 请大家先看他的照片 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杨玉智老师在教职退休之后 12年前到纽西兰游玩的照片 后来她又去了一趟中国大陆的思路 玩着玩着他发现 哎呀外面的山水风光再怎么美丽 还不如新地风光亮丽 于是他决定重回校园退而不休 当一位快乐的志工 就在坐着坐着越坐越欢喜 越坐越踏实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他的宝贝儿子 唯一的儿子 竟然误入歧途接触了毒品 怎么办呢 你想知道一位勇敢的妈妈 如何陪伴她的儿子重回正途吗 我们来看杨玉智老师 知福惜福再造福的故事 在秦务之外的空档 杨玉智总会约儿子 陈祥如到关渡园区 做环保 接着他们定分两路 一个定点分类 一个就跟着环保车 到处再回收物 去年是几乎差不多 我有时间我就来 他后来他几乎 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来 早上来出去回收 那时候有一个白师兄 那个白师兄像爸爸一样 都会扣他 然后下午 有时候要收垃圾 有时候要再东西出去卖 他也会找他一起 然后说 那时候早上来 下午又来 他现在自动回来 他自己现在 像那天我进校园 我回家 诶 怎么儿子不见了 他说 他去做环保了 我说好 自己去 眼前这一幅 母子互动的画面 看似频繁简单 却是杨玉智 努力很久才有的结果 我那天也曾经跟他讲说 我们以前觉得说 你的心离我们很远 我希望说 我们的心可以更靠近 他说尽量尽量 这样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已经很好 我觉得从这个共同活动里面 我觉得他已经 好像把我儿子慢慢找回来这样 他想起来 现在那个下午就有点车了 有点车 哦 以前 嗯 在哪个几年 在哪个几年 他都走到尾 有点车 睡过这儿吧 嗯 为什么还下来这个环保 环保 因为我不要 大做运动啊 流流汗吗 虽然同是一家人 但心的距离却遥不可及 这是因为陈祥如 过去误入歧途接触毒品 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中 他无视于家人的关怀 封闭了自己的心 有时候问多我就觉得很烦 他是说如果没问 我又觉得好像他不关心我一样 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他有跟我讲 我也知道他们都很难过 可是可能我还没做父母 不能体会那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不太乖 就听我妈妈的话 来跟他一起做很薄 他工作他也很有头脑 对 该做什么 开车的师兄啊 就跟他讲他就处理得很快 在慈祭里卖力做着环保 让陈祥如学会复出 但更重要的是杨玉智 为了解儿子所付出的努力 终于逐渐打开陈祥如的心房 也把他拉回正轨 因为他可能一开始不了解我们是怎样的心情 这种人是怎样的心情 可是他就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 然后去什么介護所啊 去治所一些参加一些活动 让他体会心情 然后回来就是比较了解我们是怎样的心情 这就是看那个这样 然后拿吸管的时候就掉夹在这里 掉下去这样 真的有时候看那个小孩子那个眼神 看那个表情看了哪 会知道这个还是有问题 被他教得很有经验 这个经验不是好经验 我觉得是完全因为我有禁止计 如果没有禁止计 那是我退休以后就去吃喝玩 那我就就到处去玩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这样 心平气和的 可是也是我自己有改 我跟他互动的方式有改进 有什么过程 以前我就用老师这样问他这样 像现在就换一个角度啊 用起比较像朋友啊 当初因为儿子的关系 投入校园及乐介所的反读宣导 后来反而成了让孩子回头的重要契机 走过那段为人父母的担忧煎熬 现在懂得放下的养育制 更觉得清安自在 一切都是好姻缘哦 种了什么样的因就得到什么样的果 所以要把握这个姻缘 知福惜福再造福 今天很感恩玉智老师 还有你的宝贝儿子啊 开诚布公把这段故事跟大家分享 那一路来很多人见证这个过程 包含你的大女儿感恩我们的陈静雯今天来到现场 谢谢 还有我们过去是你淡水国小的同事啊 现在是郝法卿 志工勤务上的好伙伴 我们的邱绍华老师 感恩老师 所以今天两位老师 加上一位女儿 这个关系非常的特别 老师 人家说百岁老母长幽八十儿啦 虽然你还不带不到百岁啦 儿子也还没八十岁啦 那儿子的那个事情 是不是曾经是你差一点过不了的关啊 那个是真的是心头的痛 因为我对他有不舍 他也有我自己会反省说 我这个妈妈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是说哪里没有做好 然后才会让儿子发生这种事情 后来因为上人跟我们说 母子共业 所以我觉得 他的事情我有责任 这样 你觉得你有什么责任 你是忘了关心他 还是疏于照顾他 因为你们家有个小孩 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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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这女儿女儿女儿子 最小的呢 他是不是关心太多了 大家都给他太多的关心 那样哦 所以过于不及都不好 对 太多的爱反而成为他的负担 我是觉得那时候 真的我不太了解他 不晓得他心中想什么 那时候我们当 只会说用责备的方式 然后讲道理给他听 你把他当学生在管教就对了 可是我是觉得没有用 而且要他做什么事情 要他真正想 他自己想去做 才有用 你不是画个框 把它塞进去 填满不是 你应该开扇窗 让他自己去飞 对 现在都懂这个道理了 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没有这样的体会 好 不过后来因为 真的要感恩 对 因为无风不其让 知道问题 我们就解决问题就好了 你要如何了解儿子的心情 或许去了解 其他跟他类似处境状况的人 你就可以对峙 所以你们参加了许多 无独有我的 反独的运动 去宣导 不管去校园 去戒指所 去监狱是不是 戒指所就是心电监狱 OK 邵老师也 常常同进同出 对 我们除了去戒指所之外 学校 淡水临近的小学 国中 甚至淡江大学 我们也都去过 师傅国中 三支国中 我们也都去 我们两个都一起去 他以一个过来人的 家属的心情 在做这样的志工的时候 是不是更能够把那种感觉 讲得更清楚啊 对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都还不知道 家里头 他们家的宝贝儿子 发生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想 你想用纸包火 因为那时候觉得 那时候我还觉得我还可以 可以解决 还没有向外求援 你拖了多久 是后来 因为其实是我们 慈禧大学在推 那个反无独有我的时候 种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 第一次我就去报名 知道奋友 我要来 对 因为我们真的讲 我们这种平凡家庭 对这种完全不认识 当然 不认识 完全没有了解 当然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 所以我说我要去了解 所以从付出了解的过程中 更知道原来是如此 然后就接触一些这方面的讯息 然后后来就 因为那个蔡天盛师兄 台中的蔡天盛师兄 对 他们有会都会来分享 是 那我们就从他们的分享里面去想 他们这种心情是怎么样 将心比心 对 同理心 对外面的孩子 对外面的个案是如此 您怎么样让你的儿子 回归正途 也跟着你去做志工 你用了什么妙法 就跟他商量 以前就是说 叫他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 后来就跟他说 我们去做什么好不好 有时候像有时候 我现在买菜 我说你有没有事情 能不能载妈妈去买菜 他就说好 商量的口气 用商量 对 而不是命令 对 其实今天儿子有来 他也坐到台下 妈妈用商量的方式 有让你比较欢喜吗 有 他笑了 所以你的智慧开了 你一个人笑了 全家人跟着笑了 而且你身为老师 走入校园 不仅他在台上笑 他可以让台下这一群孩子 影响他们的家长 世界就更美好了 对 我们要看老师 退休不休 虽然退休十多年了 不过现在重回校园 比少年人更有活力 两千年时 杨玉智从当了三十年的老师岗位上退休下来 原本想着要开始享受清闲的生活 但一向喜爱吸收新知的他 在几次玩乐过后 反而觉得心里空虚 于是他披上志工袍 再度走进校园 好 各位小宝贝们 大家早安 早安 哇 好有精神 对不对 我是杨老师 他是刘老师 来 要不要跟我们打个招呼 1 2 3 4 5 6 7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的朋友在这里 哇 好心都好漂亮 来 来 他的心也好漂亮 来 比我们都还漂亮 关心着我 做 跟学 跟觉 这样慢慢慢慢去提 然后让我们自己的心 慢慢进化 慢慢平静下来 如果说到外面去吃啊喝啊玩啊乐啊 那时候是很高兴 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 心还是没有办法静下来 感谢有这么好的地方 还心 我觉得吃鸡这十几年 比我们以前的几十年 学的都还多 比如说最小的一件事 就是说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可是我们以前就 没有真正去体会这个 我的位置在这里 一个礼拜中 杨育智有三天的时间 会到不同学校当大爱妈妈 带给学生们课堂以外的品格教育 同样是站在讲台上 她的心态却和过去 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 有课程压力 这个一定要数学要教会 国语要教会 什么要教会 可是这个我是用一种 很快度的心 跟他们分享 比如说 我给小朋友们分享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在他们的那个脑海里面 种下一颗菩提种子 这颗种子什么时候 发芽 不知道 可是总是我们把这个 善跟美的种子种下去了 我觉得是很大的注意 因为我觉得说 像说我们都是要教品格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 因为我们要照顾小朋友保密 吃喝 这些生活治理 然后要设计课程 那我觉得已经时间很多了 那可是我觉得 他们这些退休的老师 跟或是有心的妈妈 他们还专注在这个课程的研发 然后第二次 他们就讲那个 君子量大 小人气大 然后我就说 哇 又只有小朋友 他懂吗 然后他们也是借由 那个简发作的小故事 后来我们班小朋友 就有人吵架了 然后他就说 小人气大 这样跟他讲 印象很深刻 我说他真的有学到 要让不容易专心的小朋友 把目光集中在台上 当了一辈子老师的洋育志说 这可是有诀窍的 而他宝贵的经验 也为社区里的大爱妈妈 带来莫大的信心 他会带团看 然后我们大家就会 就不由自主的 就跟着他一起玩 然后一起玩 自然而然就安静下来了 那安静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老师就说 那我的故事要开始了 对 学生学籍也有 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的 所以你就自己都跑来找师父了 好 没想到 他很可爱 你看 你看 有没有很可爱 短短一句真心的称赞 让小朋友乖乖地 紧挨在杨育志的身边 在这个为弱势家庭 举办的新牙客服班中 除了基本的课业指导 他更想要传递给孩子们 一份关爱 我是觉得不只是课业上的辅导 是给他们一个心灵方面的 觉得说 他们也有人关心 也有人爱 他非常的 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 很有爱心 譬如说我们在新牙客的时候 他对小朋友都也很有耐心 不会的慢慢教他 而且他的每次新牙的出席力很好 退而不休 杨育志为自己打造一个 更加忙碌充实的生活 与其说是他陪伴孩子成长 不如说是孩子们 带给他富足又快乐的成就感 现在的他只有一个念头 继续做就对了 我们知道儿童是我们未来国家的主人翁 上年也不断提醒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 下一代的希望在教育 所以老师你看 您退而不休 回去校园傻爱 就像你说的 种子种下去之后 什么时候发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做了没 用爱来灌溉就对了 你这样对外的孩子 欢欢喜喜 静雯应该也感受到妈妈的不同 对啊 本来都不觉得他有这么活泼 蛤 你哪步呢 对啊 去外面之后才说 哇原来他在外面这么活泼 还会唱会跳这样子 他的笑容听说也大大的增加了 对 以前笑容指数可能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现在笑脸常开 以前那是很少看他笑 更不用说什么唱歌啊什么的 他现在在家有时候自己做菜做一做 还会边做边唱歌这样 对 所以阳光很少进你们家啦 对啊 其实他一个人的改变 因为我们整个家的气氛就不一样 其实我大女儿他也很有爱心 他也他也有捐蛮多的 那个就 好好那就好那就不要说了 所以你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啦 尤其是现在 诶儿子重回正途啦 他有话要对妈妈说 我觉得我很佩服我妈就是她可以不断地一直在学习东西 然后就一直看书一直出来参加活动一下 虽然她是一直觉得自己说很累很累 可是她还是一样到处乱跑 所以我还觉得她还蛮厉害的 对 有时候我已经都已经忘记这种事情了 然后她有看到她还写的时候就是 她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的 对 所以我还真的还就是这一点蛮感动的 有时候她写她自己的心情 然后我当下也会还蛮有感动的 只想说这段时间就是让她担心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妈妈也说不要说对不起什么 所以就这种事就放心 只想说谢谢她这样一路陪着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啦 不过很恭喜很感恩 儿子真的经过那个关之后仿佛长大啦 她已经戒毒成功了对不对 你应该对她有另一番不同的期许啊 对 我希望她接下来就是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而且这个菩萨道不要停继续走下去 对 我们真的要谢谢祥儒 你看她刚才做环保 环保就是我们守护大地草根菩提大爱台的老家 您知道吗 您所做的垃圾变黄金都是护持我们大爱台 所以上文说你们也是大爱台的老板 真的谢谢我们祥儒 继续给我们做啦好不好 谢谢谢谢 女儿看到家里这样子 曾经出了一点状况 不过现在这个圆 这个凝聚力好像更扎实了 虽然你嫁出去了 不过我想你应该也很高兴 我虽然嫁出去了 可是我现在每天都回家 太好了 对不对 对 有一次我妈曾经说过她说 她想要写一百个心愿 就是她想完成的一百个心愿 她写得出来写给大家看啊 没有她写给自己看 那虽然我不知道她那一百个心愿是什么 我也没有看到 可是我希望她可以完成她想要做的那一百个心愿 因为其实她的眼睛不好 然后可是她真的很努力在做她想做的事情 她眼睛不好 对她就是 就是她有那种什么全世界什么罕见疾病 对不对 她有视网膜狭窄症 对 就是她的视网膜 就是我们看出去如果有125度 她可能就只有30度 真的 对就是她旁边是看不到的 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如果越来越... 就是说视野比较窄一点 对 就是 所以她真的就是 她的身教大于 以前30几年的眼教 都不如她这几年的身教 对我们来讲 所以 我真的就是 就是很感恩大家 就是邱卫老师 大家对她的帮助 今天除了老师来的大女儿静雯来之外 也感恩你家的师兄 这次在帮静雯顾女儿 顾她的孙 也感恩我们的乡母 一路的陪伴 虽然她很客气说我不再讲话 不过真的感恩 一家人因为有持绩 找到了凝聚力 还要祝福老师 跟我们的祥母 今天一步 新一步 越来越进步 人人都有好努力 祝她 真的找到好努力 她都每天走在公民路 也有金 好吗 学生路 安稳 现在心里更踏实 对不对 感恩你们一家人 布施故事给我们 也感恩静雯的成就 感恩邱卫老师 谢谢爸爸 谢谢祥母 感恩 谢谢 感恩 感恩